世界越来越相信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也越来越接近战争的时候 我们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有些国家各国争伤的 拿国家的预算去买武器 目前为止统计从2019到2023年 全球十大武器进口国 我们的资料来源是 SIPRI武器转让资料库 2024年3月的资料 印度实战了9.8% 是全世界第一名 第二名是沙夫的阿拉伯 他们看到了以哈战争 赶快的要保护自己 还包括了卡达 占了7.6% 乌克兰占4.9% 还有在战争 巴基斯坦也占了4.3% 因为还有跟印度对抗 日本4.1%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某一个程度要保卫自己 不能完全依赖美国 埃及占了4% 澳洲占了3.7% 韩国占了3.1% 中国占了2.9% 但是中国很多武器 是自主自己设计的 所以这不表示 中国不重视它的整个军事武器 而2019年到2023年 全球十大武器出国口 谁在军火里头得到了一门好生意呢 当我们越来越相信战争 而且越接近战争的时候 No.1是美国 央央领先占了42% 第二名是法国 11% 和它排名相同的是 俄罗斯11% 其实中国也占了5.8% 也是武器的输出国 德国占了5.6% 意大利占了4.3% 英国占了3.7% 西班牙占了2.7% 以色列这2.4% 韩国也把自己变成了一门好生意 出口2.4%的武器